欢迎收看FUNPLUS一周报 我是本期主持人 设计时 先带您进入一周新闻快报 本周三全都正式揭开 FUNPLUS冠军皮肤的面纱 五位被选中的少年 集体高举右手 各自默念一句 金光过后 化成四位超级英雄 可一个国宝特工 维恩在遇到李伟祥之前 萨气十足 巨人千里之外 让我们来猎杀那些陷入黑暗中的人吧 遇到这个男人后 不光护目镜 换成李伟祥眉眉眉眸眉毛加粗的样子 土味这块 也是拿捏得死死的 高跟节紧身裤 我叫维恩你记住 是乎不是货 是我 你 躲不过 冠军皮肤回程动作里 盲僧会脱去头盔 盘坐冥想 这点刚好 对应小天在世界赛后掌时 会深度冥想的习惯 从缠定到踢轻松 坐如中 行如风 是款很有禅意的皮肤 对应币在选冠军皮肤的时候 非常慎重 他跟拳头设计师说 这个英雄一定要位移 有盾 Q要带空 WE都是AOE 大招能鸡飞 然后一笔哥就选了石头人 我老婆会玩石头人的 他会玩AD石头人 商丹石头人 打野石头人 辅助石头人 什么都会玩 所以我就说 石头人 哪个老婆 就是那个 什么哪个 我只有一个老婆 六年前 刘青松还是个16岁的男孩 只能在深夜 跟网友分享垂食心得 和少年烦恼 魔力六年 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还能用回程动作至今偶像 网友纷纷转发这个温暖的励志故事 直到他沾上方帕拉斯对内文化 看一下看一下 小哥 如果手上没有剑 下一句是什么 如果我一直握着剑 我就无法抱紧你 别再白费力气 我会洞悉你的一切 到我了吗 到你了 无需多言 用表现说话 我就是我 我能守护 一能暖心 红色三个攻击力 刘少在看直播 别笑了 刘少您今天真帅 刘少 没关系的 刘青松不会打我的 第二天小天就腿脚不变 破离作者接受的赛后采访 陈德设计师问过我们俱乐部的人 金贡选手有什么特点吗 我们告诉他 公子哥每次采访都有摩摩达收尾 是个喜欢把摩摩达挂在嘴上的人 设计师立马往小本本上寄 哦 摩摩达挂在嘴上 本着爱护桌椅人人有责的原则 设计师只敢让公子哥的船长 在召唤师峡谷里只剩不败 为了弥补这个遗憾 我给船长做了套语音包 大伙看看有没有那味 五个皮肤看下来 一定会有小伙伴说 好砍是好砍 爱一定会没 但能力灌进奖杯跟哪儿的 嘿 好看就晚事了 要什么奖杯啊 我们S90奖台上都是不拿奖杯扭头就走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觉得设计师活还行的兄弟来个三连吧 收藏过五千 在评论区抽奖 送方plus定制长袖尾翼 我们下期再见